年金改革是社會高度關注的 世代議題 國家退休金管理制度 一旦走錯了方向 你我都可能如為下流老人 這個從2005年一路拉下來 這14年半 我們政府的基金的操盤 是46.85 大概比通貨膨脹高一點點 但是這個超保守投資組合 比你還高喔 這樣做下來是一公斷 136 多出多少 三倍多 今天我們就找來 華爾街操盤手 缺油上 他說政府的勞動基金 只要買兩檔股票 不只可以讓我們的退休金翻倍 還可以扭轉我們國家的經濟困境 你想知道老師是怎麼想的嗎 對 可是我們今天要聊的 是因為缺大科這本書 真的在台灣引起了熱議 然後很多人都覺得就是說 自己的退休金只剩下一半 好讓人擔心喔 可是在書裡面有提到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其實國家的退休金管理制度 也讓我們的退休金少了一半 對 恐怕 對 差不多也是這樣概念 也是觀念的問題 我們上次講說觀念一窮就出問題 事實上我們有條件把它翻轉 是的 我們有條件翻轉 好 當然在這之前呢 因為我們有做個街坊 我們來看一下短片 勞保跟勞退 勞保的話就是勞工保錢 勞退的話就是你看你做滿幾年 勞退之後所給付的那個錢 不太清楚 不知道 勞保的話 好像就是我們不是 像什麼公司不就是幫我們保勞保 好像就是最後那個金額會 所以我會退到我們身上 對 那勞退了 勞退的話我就可能不太想 不太清楚了 勞保的話就是我們平常講的保險 勞退的話是我們 提拨6% 公司提供6% 所以最多是12% 那你自己有提拨6% 有 為什麼 因為可以節省 正常來講是應該 當然是不夠囉 目前還不夠 應該不夠我覺得 感覺應該不太可能 完全 當然是不夠囉 為什麼 為什麼 現在生活指數這麼高 而且物價這麼高 然後我們勞退 提早退休的話 還要打8折 或是75折 類似像這樣 賣保險吧 股票不是敢碰 你敢碰股票 這那個不懂 基金會啦 保守型的資金 為什麼 股票會比較不敢 因為我們不是專業的 沒有做股票 我是 自己有做那個保險的規格 為什麼沒有做過 股票的話 就覺得這幾年 不是很穩定 所以還是 還是以 以自己手邊看得到的資金 去做運用 股票 賠得多啊 買基金也賠啊 只能做定存啊 定存利息又很低啊這樣子 會有一些儲蓄險之類的 股票的話 畢竟風險會比較大 國庫都已經 已經快沒錢了 怎麼能夠有 有利讓我們 支付這些勞退的金額 所以與其這樣 倒不如就靠自己 政府已經賠錢到這種地步 他如何支付人民的退休 我覺得這件事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對於中年以後就業 可能還要續續就業吧 既然他是要負責 我們退休之後照顧 他們應該好好 妥善利用這筆錢 然後把它做一些 好的財源規劃 那些東西 我覺得是很重要 不是把我們 我們繳上去的錢 拿去投資 然後結果 結果那個 沒有賺錢之後還虧錢 剛剛從影片上面看起來 其實大部分的人 都好像還不是很清楚 勞保跟勞退上面的差別 所以真的 如果要很快的了解 他們的差別是什麼的話 老師會怎麼說 簡單講 我們這個勞保 你要記得那個保 保險 保險 有點保障 要給你保險 所以它通常是政府裡頭 所有全世界各國裡頭 它這個制度設計 都有一點 劫富濟貧 那個社會救助的問題 比如說有錢人繳得比較多 有錢人少的人比較少 然後湊合起來 想辦法讓他 譬如說 以美國社會安全救經濟來 就是你到了幾歲 你工作滿了多少時間 你就可以領多少錢 所以它大概就是讓每一個人 多少都可以領到 但它原則上本來有一點承諾 照它的一個計畫 它設計是這樣 是 所以它有一點保險 一個保 你要抓住那個保的關鍵字 有一點保險的味道 但保險能不能兌現 這是大家目前關心的 就因為你前面的 譬如說你政府也要提撥 它當時在算的時候 你政府的提撥 你的績效 都會影響到它後面 如果要以專業術語來講 那可能比較接近 是確定整個所謂提撥 那我們暫時不要用那個專業術語 記得勞保有一個薄的 對不對 就是它答應要給你 但是能不能答應到做到 那有好多條件 比如績效好不好 然後政府有沒有放錢 你放的錢夠不夠 你提撥不夠 本來預期要這麼多 結果可能某個因素 讓你沒有放進來 那就不行 簡單講你錢放得少 你績效又不好 你保險怎麼可以保障得到 就會多問題 目前出問題是在這裡 我認為是這樣 那勞退呢 勞退原本上就有點像 勞工或者個人的退休金 他沒有給你保險 也沒有給你保障 通常是在你的帳戶裡頭 你每一個人的帳戶 你的績效表現怎麼樣 原則上是屬於你個人 所以它比較沒有 領多領少的問題 不至於領不到 那所以基本上 它是屬於你個人 一個是屬於國家帳戶來管 通常是國家帳戶來管 然後來分配你切蛋糕 你可以吃這麼多塊那個 勞退是你自己賺的錢 你賺的錢 你想吃多大的蛋糕 是 或吃小的蛋糕 完全取決於這個帳戶的表現 是 可是剛才我剛剛看到 那個民眾在影片裡面 他反映出來就是說 其實勞退是沒有破產疑慮的 可是大家還是覺得就是說 這個勞退不足以 支付退休後的生活 對 邱老師你怎麼想 嚴格講起來就是 有些制度設計錯誤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 勞退基金不能自選 不能自選就由國家來操頭 說它的舉例來講 我們現在的勞退 以為我們現在勞退 一個25歲 30歲的年輕人 的投資組合 跟一個65歲是混在一起的 是 這不合理 因為30歲他要成長 他可以接受波動 65歲的人 他已經在退休狀態 他的心情跟他做 我不要波動 我要穩健保守 我要穩健 年輕人說我要成長 結果你把它混在一塊 那個績效就拉下來了 那一拉下來 因為他要照顧到60 他等於是在開車 要考慮到60幾歲的人 70幾歲的問題 他忽略掉了就是40歲 50歲以下的人這些需求 是 就有一好 你要成長就有一點波動 所以這個有一點是萬能政府 但做出了一個不萬能的結果 是 老師我剛剛講說這好像是 萬能政府沒有效能嘛 不過我之前看到一個數據事情 因為他才公佈說 這個勞工基金賺了2000多億 意思是幫每一位勞工都賺了1萬多塊 這個投資報酬率看一看 有7.5% 這樣子的數字其實看起來是好的 老師還是覺得是沒有效能的嗎 基本上我們要看一個中長期 是 今年以嚴格講起來 今年勞工管理局的這個部分 績效不錯 我算到6月份 今年我的書上寫到2019年 6月份的績效大概有7點多 嚴格講不錯 要給它肯定 有一直在進步 有在進步 但是你把績效拉起來 你可以看我們從2005年到2019年 上半年喔 包括現在表現不錯的 我們的年均報酬 我們叫 英文叫Average Annual Return 就是每一年把它換算 你不能今年10%跌3% 把你換算起來2.69 就等於是每一年2.69 這樣平均大概2.69 那如果以股市0050 台灣的50大企業來講的話 這麼14年半 同樣的時間交出了7% 那個你不要看喔 因為2.69跟7%差5% 4%差很多 等下你再看的話就拉很多 那美國標普的經濟動能更強 10% 如果我們再用一個 超保守的投資組合 大概有6點多% 6點多%問題就解決了 我們的問題就出在那個地方 2.69 實在是勉強比通貨膨脹好一點 但是沒有辦法成長 你只能稍微比好的 但是你不能成長 民眾就 荷包沒有錢的時候 待會兒我們來看實際數字 你沒有錢的時候 你不敢消費 所有的動能都往 惡性循環方向走 是 因為老師在新書裡面講到就是說 如果勞退 如果不開放 自選的話 跟上先進國家的腳步 那實際上呢 這個政府就好像 偷了每位勞工300萬 老師你怎麼算出來的 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25歲2萬5年薪 月薪25K 每一年增加1000塊 薪水增加 到了40歲他就不增加了 好不好 那這裡呢 好傷感喔 40歲就不增加了 假設我們假設 因為有些人確實不能增加 我用25000 這個是西芒林雜誌 他也做了一個測試 我們來看 但兩邊的結果差不多 雇主提拨6% 如果說雇主提拨6% 到65歲我們就不動了 那基本上如果是勞退 用勞退3%的話 他大概會成長到200多萬 如果是00 507的話 會到500多萬 所以這個差額就差300多萬 而且這是6 如果你也再加6%進來的話 就會差到700萬 一個人差700萬 現在一個人差不多350萬 也就是說這個叫機會成本 因為勞退你 我們剛才看到是2.69 對 我們現在給他算好一點 表示他在基本上算3% 00 507大概是目前這樣 測試下來差不多7 也就是說政府因為 管制25歲的時候 不准你投資 我來幫你管 我管得比你好 我怕你破產 用意是好 但愛之是足以害之 他又沒有方法 是 所以他的腦筋是停在 我們開玩笑叫30年前 沒有GPS導航的時代 老師可是剛才裡面 訪問當中也很多人 他也說股票的市場波動太大了 他根本沒有那個心理承受度 可以去承受那個波動 對 那現在如果真的是 開放自選的話 這個心理障礙第一步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都很難跨越 老師我們有什麼好的解釋 是 只准你賺錢 不准你賠錢 那可以吧 但你有興趣了吧 管制階段只能買 不會破產的ETF 尤其像台灣的經濟的那個 美國的話是允許全球 那我們先假設只允許你買 比如說台灣0050 以後慢慢開放 比如個0056 006501什麼 0051什麼都可以 第一個階段假設0050 會不會破產 不會嘛 50加 它會震盪 對 但它不會破產 所以不會破產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組合了 在工具上選擇 我們排除了個別股票 要不然買到台積電 跟買到宏達電 命運大不同 我們上次提過 是 所以就不讓你去挑個股 第一個階段管制 所以這個部分 第一個前提是 絕對不會破產的 指數型基金 所以你就不必擔心了 這第一個是工具 第二個策略是選擇 你只要有兩到三年時間 一定賺錢 不相信我們等一下 拿數據來測試 所以一個不會破產 一個一定賺錢 那就不怕了 是 那我們舉一個最超保守的投資組 是 好不好 你不要小看這超保守 第一個他選用的策略 是叫做資產配置 什麼意思呢 有成長 也有防守 有攻擊也有防守 那這個策略 資產配置是 洛貝爾經濟學得獎的 一個理論 所以我們就選擇 目前是75的公債 假設用美國十年級公債 你也可以選擇 75的全球債券 那就表示很安全的 75防守 25成長 我們用台灣的0050 這個嚴格講起來 是75歲人的投資組合 好 那我們來看 你來看看 我們假設這個 2005年是勞退基金 開始的時候 到了2016年 你看 我們剛才講 勞退基金的部分 7.47 表現很好 我們把它列入進去 肯定一下 鼓掌一下 但是這個超保守 投資組合比你還高 好 那這個從2005年 一路拉下來 這14年半 我們政府的基金的超盤 是46.85 看到沒有 46.85 這是保證的 大家一直希望 有兩年定存保證 我跟你講 不要看這個保證 這個一定做得到24% 這個46.85 大概比通貨膨脹高一點點 好 那你可以看 這個保守型的投資組合 這樣做下來是一公斷 136 多出多少 三倍多 不是 多出了大概90% 三倍多 90%的話 你看現在我們的勞退基金 比如說 它的有三點多兆到 四兆什麼 愚蠢兆 當你的推進金 多一倍的時候 你敢不敢消費 敢了嘛 那三點多兆 幾乎成長到六兆 多了將近三 差不多兩三倍 當民眾敢消費 而且最重要 不是看績 2008年金融海銷的時候 台股大概點46% 46% 46% 但是這個表現不錯 我們的勞退基金 結合多少 6% 表現怎麼樣 還算不錯 是 但是這個超保守 投資組合 不但沒有賠他賺 2.87 我們如果再測 2000年一樣 這個超保守組合 一樣賺 為什麼 第一個我們剛才講 他第一個用的是 有工之有保守 有工 有防守 而且防守的比位很高 是 這是第一個策略上 他是對的 第二個工具是不會破產 第三個比例是 巴菲特老師建議的 他怎麼建議呢 他說人一生當中 你再保守 再保守 都不能 你的成長性的工具 要有25% 所以我們就用了25% 是75歲 所以你看6%的話 你可以看問題都解決了 剛才我們在訪談的這些人 不是都很擔心定存嗎 對啊 放定存裡面 一年穿上1%多 對 你看用這個就6% 對 而且它的波動度 只有多少 最壞的時候1.71 等於是飛機下降的時候 你幾乎沒有感覺 是 你看才跌2% 對 不到2% 這14年半 經過兩次股災 才跌2% 而且產生的報酬是 非常的高 6點多% 問題就解決了 是 老師我很好奇的是啊 像這個年均報酬的表 一寫出來 其實都是一目了然 這種組合 其實是可以保護民眾 不用害怕 又可以賺到錢的 是 那為什麼政府到現在 還沒有辦法開放勞退自選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觀念 他的印象停在30年前 30年前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哇那個著陸啊 那真是 真是痛苦得不得了 有時候我去打工的時候 那個著陸 現在用GPS導 對 但是他如果不了解 現在已經GPS 他的觀念如果停在以前 還看地圖 他當然不會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以前台股養套殺 買個股之後 殺價很多老一輩的人 就告訴年輕人 你不要碰股市 對 不要碰個股 但你要跟股市結合 因為它是經濟的一個繁榮 是 所以觀念錯誤了 你懂我講 就是你可以不要碰個股 對 我們也贊成不要碰單一個股 因為民眾沒有挑選能力 但是我們挑ETF的意思就是 把台灣整個經濟的表現 你就融合在一起 你參與了台灣50家 最優秀企業這樣 都在背後替你幹活 所以他的觀念不一樣 所以以往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很簡單 但是他沒有去接觸 就不知道這產生的變化 而且以前沒有ETF 沒有所謂指數型基金 對不對 以前沒有 你說我們iPhone 不是改變了整個人的生活 才多久 也不過十幾年 對 十二年而已 十二年 你看以前日軍不是有一個 在菲律賓山裡面那個 高沙義勇軍的 高沙義勇軍 對啊 你把它找出來跟他講說 有GPS或有ETF 他聽得是很不煞煞 對 我們的決策者 搞不好現在就是 在山裡頭 十二年沒有出來那位 是 所以呢 如果是按照這樣來講的話 老師那你建議政府 他讓 可以開放哪幾種投資組合 簡單來講 最簡單的其實就用三種 穩健的 穩健的 先講超保守的 超保守的 然後中間是穩健 然後第三 你可能可以是基基型 或成長型 對 你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管制 不准你去 就是譬如說用公債 最簡單的公債 然後這個所謂的成長型的 台灣0050 或者要台灣0056 或者0051中小型股或萬型 那以後可以設計 讓餘露均沾 整個台灣企業的大中小型 但第一個階段 先用0050 因為大家對他比較有信心 是 100大或50大 一聽起來就安全 對 第一個階段 是用管制 然後辦管制 最後開放 你都可以這樣的 第一個階段 民眾一旦有信心 賺到錢的時候 整個就完全朝好的方向動 所以第一個階段 要讓他穩 一定賺錢 不要讓你選個票 是 就是這樣子 那今年就是 其實金管會 他有一個叫做什麼 自選的試驗 是 好享受 對 好想退 好想退 可是這個計畫 很多的市場上 都覺得說它是一個非常好的 對 可是呢 老師你怎麼看這個計畫 我們首先要跟金管會 肯定一下 它已經是一個跳脫的中心 這個實話 做對的我們當然 一定要肯定 對 還有一些有待改進的空間 我們當然提出建言 金管會這個決定 我覺得是很棒 他讓一方面 也在做出成績 在做測試 鎖定一個範圍 做小規模的測試 看問題出在哪裡 我認為 大家金管會 這一點是很不錯 已經跳出一個框架 但又不小心 他又進入了另外一個框架 嚴格講起來 他挑了 比如說現在三家 投信公司來管理 我們建議 不要用這個 主動型的投資管理 比如說 哲晶管了一檔基金 很棒 那我們會不會想去挖角 一定會嘛 對不對 想挖角 若干年車我挖了之後 你的成績 留在那邊是舊的成績 進來買的是買你舊的成績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台灣民眾現在 對以前的養套砂 心有餘悸 是 基金經理人呢 可能去買了一些 親朋 還有買了一些股票 他用大的基金來哄台 你要法遵要管理的 很嚴格 不懂 美國是已經管制到非常好 那我們會建議 就用 我們剛才講公版 你全任何地方 只要你照比例 我挑保守型 就譬如說75防守 25攻 另外一個5050 你到全哪裡都一樣 成績都一樣的時候 就怎麼樣 你不必跑 你也不必去販售 你財務顧問教你的 只是觀念 是 前幾年讓他績效出來之後 我們認為是 第一個 因為你讓主動型基金去挑 本身績效上就會上下 就變成是在銷售 那我認為那個效果是會打折扣 這個是非常透明 選了一個非常透明 不必選的 老師如果真的勞退制度 像剛才您建議的這個樣子 去改善的話 你覺得對整個總體經濟來說 剛才你說錢就不會 只存在銀行或不敢花 那個正向的力量 是會影響到哪 影響的太大了 它幾乎我常開玩笑 它是翻轉台灣經濟 我個人認為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道題 因為這個東西裡頭 我們剛才講 很多人會疑慮 我們剛才現在回到疑慮 趕快拉回來 基本上有些人希望說 我希望政府幫我管理 我有保障 沒有關係嘛 就讓它保留嘛 你只是給一些年輕人 或三十歲四十歲 或經常看瘋傳媒 這個節目下班進去 它開始有概念 它不怕0050 對 它可以選一個說 超保守 你打一個勾 只是多給人家一個選項而已 又沒有妨礙救人 別人的權利 沒有嘛 比如折金喜歡 還是國家管理 然後兩年的定存 那沒有關係嘛 就那個嘛 比如小鹿你已經開了 覺得說你的年輕 我要讓它成長 只是多一個機會給你而已 可是會產生多大的觀念 你可以看 我們現在台 不要說台積電 現在78%給外資買走 台積電去年賺3511億 100億很高對不對 股力發出了2000多億 結果外資拿走了78 那我們拿走走 我們有一個政府有661億的資金 的稅收 但是這個稅收 我們要提供電力吧 要提供優秀的工程師吧 缺水缺電缺地什麼缺東西 缺五缺 而且我們講電力來講 核能發電 贊成反對的 在國家裡頭拉扯 對 都已經快四分五裂了 對 對我們賺了661億 啊多少呢 沒有不必須要出什麼 它就出個資金 78就捲走了 2000都會捲走 你看到沒有 我們賺661億是要付很多代價的 我們的電力的來源 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各方面 那台積電對國家貢獻是非常大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國家的退休金水庫 政府已經沒有私利買回來 民間因為加入的時候 就會有一張一張的買回來 光是台積電去年鼓勵 就2000多億啊 這個百分之如果說 我們能夠50%擁有 1000億灑在民間裡頭 都當然敢消費了嘛 而且要說一個更難 更你不可能 今年2019年 統一企業56% 也被外資買走了 所以你每一天去買那個茶葉蛋 買那個City咖啡 或者統一抄下面旗下所賺的錢 國客來 對再轉到統一的時候呢 統一外資已經拿走56 我們很多好的企業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退休金水庫 所以以示於民眾 如果政府沒有這個能力 但要讓民間參與 我們的定存有40兆 我們的定存有40兆 我寫第一本書的時候是20兆 現在已經到40兆 是 我們常開玩笑 複製台積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你沒有這個機會可以有這麼大 但是購買台積電的時代已經來臨 就是用民間的錢 然後把好的企業 賺錢的企業留在台灣 那這個整個的消費經濟一開始動 你的退休帳戶敢賺一倍的時候 你就敢消費嘛 一消費所有的年輕人的低薪 所有的消費動能就起來了 少子化問題也會緩解 老師你剛剛沒有說完 你說好的企業 就是因為沒有這個退休金水庫 所以怎麼樣 基本上你可以看嘛 大力光 幾乎我們大概有好多很好的企業 50%以上是被外資所買走的 包括全家可能也超過50 對 那這些企業為什麼會被買走 人家沒有禁止你 我們也沒有 我們也沒有 美國也沒有禁止我們去買谷歌 但問題是你沒有這個錢 去幫人家買下來 對 所以外資裡頭他任何資金一進來 他只要購買了台灣0050 這好的企業他一勾選 你好的企業賺的股力 什麼東西都是屬於人家的 我們變成是一個 經濟殖民的打工仔 但是你都不知道 是 我們今天不只是談 國家理財也談到剛才理財 你看這樣 我們剛才在訪談 很多民眾都買儲蓄型保險 對不對 2.8% 定存1.8% 我們剛才做的那個東西 波動度只有2% 提供了6% 而且兩次股災來不但沒有傷到 而且怎麼樣 還逆勢賺錢 所以不但是我們國家個人 國家要這樣做 個人我們剛才的觀眾 看完這個節目 也應該可以有一部分的 形成是這樣做 那國家裡頭應該是 民眾其實要有覺醒 你覺醒讓執政者知道說 我們贊成 勞退金自選 安全自選 簡單 安全 你看看簡單安全 有績效 對 那整個國家就整個翻轉了 我們現在存了那麼多的錢 變成是怎麼不敢介入 就像我們有四艘 經濟航空母艦躲在山裡頭 等著腐爛 40兆那邊賺1% 40兆的錢躲在銀行賺1% 台灣好的企業賺的這50 給你的3.5%到4% 你不敢碰 外資就說那你不敢碰我來碰 所以你可以看 我們好的企業被人家買走 我們40兆的錢躲在山洞裡頭 賺1% 你看到沒有 所以你當然你的經濟動能 是一直惡化 為什麼會少子化 因為養不起嘛 對啊 因為收入低嘛 老美為什麼沒這個問題 所以美國人就變成是 好的企業怎麼樣 他一個一個買 好的人才他用 好的資源他所享受 全世界好的企業一個一個買 我們現在要反過頭來要覺醒 你覺醒之後就用這個 是引導民眾的資金 進入了退休金帳戶 退休金帳戶成長 然後買下全球或台灣好的企業 隨途保持啦 資金的隨途保持工程 所以以後呢 如果大家聽崔老師的話 老師的書就說 為什麼他的退休金 是我們的兩倍 對不對 對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也有人在講說 台灣的退休金 是人家的兩倍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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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